啊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TEEPER推播 我是Demy 我上次節目上啊 就是跟一堆 就是男性粉絲們聊天 我就逼大家來排名 就是胸部 腿 臉 這三個做排名 你們猜 哪一個是 男生就這麼貪心他們全部都要 但是後來我還是逼他們做出一個決定 之後他們排行第一名居然是腿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和大家分享 十大韓國腿筋以及他們保養的小撇步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到右下角訂閱一下我們 並開啟小鈴鐺才可以收到我們第一首K-POP訊息喔 第一個 Blackpink的Lisa 網友都稱她為人間霸餅 身高167公分腿長居然有110公分 九頭身的比例搭配精緻到不行的臉孔 唉我只能說下輩子燒好香我們才可以當Lisa 那她平常的維持方法其實就是少量多餐 大量的練舞三到四小時 有時候集訓還會到六七小時 就是靠跳舞跳出好線條 補充好的蛋白質讓你的肌肉變得更加的優美 她也會跳皮阿提斯喔 同是水上的愛好者 你都可以在Lisa的IG上面看到她的分享 她會做什麼水上運動啊 她會做SUP 這麼厲害 大家最近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就是你們打開Google 就是SUP你就會發現一堆人站在一個板子上那個就對了 因為我自己玩過SUP 我跟你說就是真的不會玩阿 你從來到來就只能站在那邊完全沒辦法動 我們那時候是玩的時候是你要順著水流滑回來 然後因為自己不太會滑所以其實一度快跟不上團隊 就很像落單的小鴨 還好待會我最後有滑回來 不然我就要滑出去海邊了你知道 那其實蠻危險的 第二個是Tiffany Tiffany的身材阿是擁有完美的黃金比例 5比3比2 她其實是以素食為主的 她每天控管她的飲食幾乎是在1200大卡上下 碳水化物蛋白質脂肪的比例是3比4比3 然後練完舞的時候她如果有點飢餓其實都會吃小黃瓜 她的美腿也是吃出來的 據說她出道前是60公斤的肉肉女 她們認真現在是瘦到跟仙女 要你完全挑不出她一點點的瑕疵 我只能說佩服她們為了工作就是真的很厲害 那Tiffany在美容節目上有公開一個相金瘦頹髮 她是利用兩條橡皮筋啊 將你左右的腳拇指綁在一起 那雙腳合併 你進躺了大概3分鐘即可 然後要持續一星期左右 光想當她就是那個橡皮筋綁在我兩隻 我覺得她們這些蜜蜂都 好酷喔就是 可是我就是蠻想回家練習看看 第三個是Nana 曾經是模特兒的Nana 身高172公分 她腿長有109公分 好扯她真的是九頭深的比例 身上完全沒有一點墜漏喔 封為偶像界的名模 那她為了讓體態更好看啊 Nana其實她無時無刻都會保持 縮小腹開頭挺胸的姿態 讓骨盆才不會歪斜 那Nana維持的方法啊 是苦練鋼管舞 每天晚上都會做100下的深蹲 以及喝上5公升的水 欸我要說啊 我每天喝2公升我都已經覺得我要掛了 覺得她喝了5公升 5公升 我無法想像5公升的水有多少欸 這太厲害了吧 第四個 Tierra的笑名 講到腿筋啊 你絕對是要提到笑名了 她身高167公分 體重只有46公斤 她除了纖細的水蛇腰以外 就是出了名模特兒般的美腿啦 笑名之前有在Twitter發一張 她和經紀人比腿錯的照片 意外的發現 居然大腿 比親近人的小腿還要細 太壞了吧 那張圖超好笑的 大家看一下 笑名呢 她有分享一個獨特的 啤酒半生浴 消水腫的方法 全身清潔之後 她會把啤酒 倒進去浴缸裡面 跑25分鐘的時間 笑名還說 可以一邊泡 一邊補充水分 其實我只聽過就是 泡啤酒 頭髮 可以變金色的 這是有朋友跟我分享過 但我第一次聽到泡啤酒 可以 消水腫 好像可以來試試看 買個 可能買個一箱 然後 來泡泡看會不會消一下水腫 第五個 宣美 被稱為韓國第一腿筋的宣美 身高166公分 腿長110公分 天生就是瘦子體質啊 她的困擾不是減肥 反而是增胖 宣美的美腿秘方 是在宣美家錄像店中有分享過的毛巾操 以維持緊緻的美腿線條 用腳尖毛巾勾住 再用雙手調整毛巾的長度 並將腳向上伸直和身體呢 成一個90度的狀態 維持這個姿勢大約10分鐘 每天左右腳各執行一次 一個月後就會有成效 老實說你要跟我說她170公分 我也相信 因為她真的比例太好了 而且居然是珍重這個困擾 我覺得我這輩子都無法體會什麼叫珍重 有點羨慕 等一下等到下輩子 就下輩子見 掰掰 韓國性感女歌手之一的炫耀 也是出了名的長腿妞 她的身高不過164公分 但腿部比例直接是從胸下 全部都是啊 不只腿長還毫無墜肉 這真的太令人羨慕了吧 尋雅的美腿秘方呢 是套跳舞練出翹臀和美腿 以及跑步和踩腳踏車 還有平常的按摩腿部 強化腿部的線條 美腿真的是情包養來的 尋雅的骨架啊超級小 就是大家看影片跟看到 你就會發現她真的是很窄小一個 就是天生的衣架子 第七個少女時代的秀櫻 107公分長的美腿 也是擁有極佳身材比例的秀櫻 實在是讓人非常呈現 秀櫻說她勤奮運動就是秘訣 雖然擁有天生吃不胖的體質 但她後天的努力也不少 才讓她的腿部線條越來越緊緻 她的美腿秘方是靠練瑜伽和肌力的運動 喚起深層的肌肉 還有吃小黃瓜幫助代謝 避免雙腿的浮重 以及斷糖飲食法養成吃不胖的體質 好多女明星都是吃小黃瓜跟練瑜伽瘦的 我今天回家我訂一箱 第八個Honey 天使臉孔魔鬼身材的Honey 因為跳舞的影片翻紅 那雙美腿也是大家注目的焦點 Honey曾經就公開分享過 她為了發片要上鏡頭完美的狀態 她一天只吃一餐 下午4點前就吃完所有的食物 迅速爆瘦了9公斤 而她的蜜大腿也瞬間就不見囉 那Honey她的美腿秘方呢 就是讓身體習慣的保持運動 Honey平常靠做瑜伽和慢跑來維持美腿 曲線就是這樣鍛鍊出來的 下午4點以前吃完所有食物我真的 會迅速爆瘦吧 因為真的會超餓欸 我最近是16點後不吃東西 我已經大概10點就想餓到打人了 第九個秀治 被網友稱作國民初戀的秀治 除了好皮膚外 靠著1000卡熱量減肥法 成功甩掉了嬰兒肥 維持完美的47公斤 以清純的形象露面 穿上迷你裙露出修長的美腿 真的是超令人驚艷 晚上6點後的秀治啊 就再也不會進食 她還獨創企鵝減肥法 真的是超級可愛的 屁股 直接掌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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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那個企鵝減肥法 就是這樣甩一甩 真的還蠻酸的欸 就是如果你每天晚上 5分鐘去做這樣 我覺得可能真的會有效果欸 第10個 孫納恩 納恩為了維持良好的體態啊 平時休閒時間都會去健身房運動 也會靠空中瑜伽來雕塑自己的曲線 在她忙碌的行程中 也一定會做深蹲和簡單的重訓 在飲食方面啊 納恩也表示她為了避免水腫 平常會控制好鹽分的攝取量 少吃重口味的東西多喝水 是養成布水腫體質的最好方法 那她的美腿秘方呢 也是靠無鹽飲食 在家裡做深蹲運動和弓箭步 還有空中瑜伽 那她曾在網路節目上也有教學 如何用一根滾輪 就可以達到瘦全身的效果 第一個動作啊 是將滾輪置於下腹的位置 然後雙手往前延伸 兩腳稍微抬起 開合大約10下 結束後30秒 假為上下平舉 這兩個動作瘦大腿非常的有效喔 飲食清淡加拉筋加那個滾輪 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家也有一個小滾輪 你知道運動完的時候 你就是你在上面滾 因為自己的體重上面滾 真的很痛 就是那個肌肉就是 有點像是被拉扯的感覺 可是你滾完 你那一塊真的會比較小 好唷 今天十位可已經的保養小沛伯 大家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呢 或者是你們也有一些 保養的小沛伯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歡迎在留言處和我們分享 討論留言給我們喔 那如果還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